据中国新闻周刊 10月28日 江苏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 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副厅长陈旭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陈旭从井38年 曾在严城市公安局 南通市公安局 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工作多年 担任过南通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2019年11月 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 直至如今任上落马 就在一个多月前 今年9月下旬 南通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高山 任上落马 资料显示 2003年11月至2023年9月 近20年时间 秦建平 陈旭 张轩 高山四人 接连任南通市公安局局长 执长南通市公安局近20年 担任一把手时间分别是 近12年 近5年 不到1年 2年多 其中 秦建平在这一岗位任职时间最长 2020年10月 时任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官方通报显示 王立科落马一年多 江苏政法系统落马的厅级干部 至少有7人 其中 多位曾在省市公安岗位上 担任过要职 另外 秦建平 陈旭 张轩 高山四人中 陈旭曾是王立科 在省公安厅任职时的下属 两人也存在工作交集